死脸 我经常陷入一种很深的痛苦中 无法自拔 就是为了我这张死脸 一张没有笑容 死气沉沉的脸 我无法改变它 因为它是我的性格 每当我对镜子看着自己这冰冷僵硬的面孔时 心里就生起一种刻骨仇恨 我仇视文革 那天我要对您说说文革经历 您居然笑着说 你文革时不过十岁吧 您有什么好谈的呢 老实说 那天我对您有点冒火 要是在前几年 准会和您大吵一场 当然今天也不会吵 只是想把我憋在心里二三十年的话 对您说说 文革开始时 我五岁 但我对文革还有印象 而且很清晰 很强烈 我还记得一个人被一帮人压着在街上走 他胸前挂着一个大白牌子 上边写着什么不知道 那时我不认字 这人头上扣着个高帽子 压他的那些人 当当敲着锣 他被压到自己的家门口吧 门前放着一张桌子 他被逼着站在桌子上 那帮人不停地挥着拳头喊口号 当时自己做了些什么 早已忘了 至于那时的心里 是害怕 还是好奇 一点也不记得 但是记得家里人 只准我站在门口看 因为我爷爷是资本家 正在挨抄 我是被从幼儿园接出来 紧跟着转移到外公家的 外公在旧社会是高级职员 有股份 被当作资本家的走狗 时时都会大祸临头 家中充满紧张的气氛 但我却感觉不到 我坐在大门口的台阶上 看许多红旗在迎风飘扬 非常漂亮 后来才知道 那是红卫兵起来造反了 过了一段时间 我被接回爷爷家 家里的房子都贴上封条 只留一间给我爸爸妈妈住 爷爷被送到爸爸的 一位同学家 这个人很讲义气 把爷爷隐藏起来 爷爷在四十年代 开过一家面粉厂 和一家汉条厂 很有些钱 招得邻居的嫉妒 据说抄家时 邻居们好像控制不住 一拥而入 发疯一样乱砍乱砸 顷刻间 我家好像中了重磅炸弹 那时候大人们都注意着 他们自己的事 爸爸虽然是教育 因为出身不好 终日提心吊胆 谁也不会想到 整个文革也压在我的身上 我家住的那片地方 穷人多 有钱而挨抄的人家少 我就成了出名的狗仔子 成了同龄的出身好的孩子们 攻击的对象 走在街上 会不知从哪里飞来一阵石块 待在家里 也会忽然想起一阵凶猛的砸门声 跟着一阵哄笑 狗仔子之类的呼喊 整天响在耳边 他们还在我家的门板和外墙上 用粉笔写满 打倒资本家狗仔子 某某某的标语 某某某就是我的名字 我那时真觉得 自己是整个世界的敌人 我天天躲在家里 不敢出门 一次父亲叫我去买香烟 我坐在那里不动 直到父亲发火 才硬着头皮出去 买了烟回家的路上 被邻居的孩子们发现 他们把我拉到墙角 批斗我 两个人使劲架着我的胳膊 还把我的脑袋往下按 朝我喊着口号 还往我脸上脆唾沫 直到一个过路的大人 喊了一嗓子 他们才跑散 我回到家 本来要把一肚子委屈 告诉爸爸 一看爸爸因为我迟迟归来 而满脸责怪的神气 我便把肚子里的话憋住了 并暗暗发誓 我再受什么苦 也不会告诉他的 很快 我七岁了 上了学 成了学生 但同时又成为班上 唯一的狗崽子 我不愿意上学 我最怕上学和下学那一段路 在路上 我随时随地会受到屈辱 我又成了同学们的攻击对象 恶作剧的对象 有时干脆是一种玩物 每到上课时 我总希望老师在我身边多站一站 因为老师一走远 威胁便会出现 身边或身后的同学 会拿铅笔头狠狠扎我一下 有一次 临坐一个同学面对老师 神气像在听课 桌子下边 却用手使劲掐我的腿 我只要向老师告他 他就会说我陷害 说我是阶级报复 那时的政治用语 有着强大的威力 我只能忍着 同时我也忍着眼泪 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一种反抗的东西 我懂得 眼泪只是书的表现 我的内心已经灌满仇恨 恨邻居的孩子 恨同学 恨他们的家长 我实在克制不了时 就和他们对打 但吃亏的总是我 老师自然要偏向那些出身好的同学 爸爸只要知道我和他们打架 还要再横打我一顿 爸爸怕我惹祸 但是我有逆反心理 只要他们欺负 我就和他们死拼 常常是打得鼻青脸肿 回到家 谁问也不说 当时同学们合唱一支很有名的歌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你一定知道 我暗中把歌词改了 唱成文化大革命就不好 这在当时是有死罪的 幸亏大家唱的声音很大 没人发现 您想我多么恨文革 我躲避社会 逃避一切人 尤其是我的同龄人 我感觉 大人对我没有太多的敌意 但同龄人都与我为敌 我活得非常紧张 只有夜间自己躺在床上才感到安全 夜晚的空间属于我 我常常幻想着自己神通广大 把那些欺负我的人 通通打倒在地 他们全都跪着向我求饶 但到了白天 一走进社会 那种很强很强的恐惧感就来了 我是那样的孤单 冰冷 无助 只有一个同班学生 他是工人出身 他妈妈让他跟我玩 说我人聪明 念书又好 将来准有出息 我有生以来 第一次听到人说我这样的话 一段时间里 我一想到这话 就浑身感到温暖 我真想去向这同学的妈妈说点什么 但我又怕见到她 我早已经不习惯向别人表达感情了 四年级的下半学期 我因为学习成绩好 全班考第一 老师暗示我 争取加入红小兵 我着实地高兴了一阵子 那感觉真像要飞上天了 可是突然出了一件事 在学校的操场上 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 写着打倒毛主席 是用白粉笔 写在操场的红砖墙上的 这是个了不得的事件 公安局来人鉴定 认定写反标的人 肯定在我们学生中间 一下子 我感到全班的同学对我的神情全变了 全部理我了 只用眼角看我 背后总在嘀咕我 上课时 我举手提问 老师也不理我 我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 写反标的坏人 因为我是反动阶级的狗仔子 可是最后调查出 写反标的 是五年级的一个男生 他出身是苦大仇深的三代红家庭 他写了反标 然后自己再去报告 他说这样做是想当英雄 事情过去了 但我牢牢记住那些眼神 那些微妙的举动 那些背后嘀嘀咕咕的声音 我渐渐变得非常敏感 脆弱 多疑 只要同学们说什么 我就认为是针对我 立即做出强烈的反应来 我哪里知道 一种后来叫我非常头疼的性格 渐渐形成了 我考入中学后 离开了原来的环境 已经没人知道狗崽子的背景了 照理说 我的心理问题应该消除了 不 恰恰相反 这时 我的性格问题 才完完全全暴露了出来 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不合群 不喜欢与人接近 防备心理特别重 同年级一个同学有个小毛病 喜欢动手动脚地与人打斗 他每次从我身边走过时 我都下意识地 抬起胳膊挡一挡 同学们笑我 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胆小和敏感 对 我就是这样的过敏 总疑惑别人害我 特别是当我与别人说话时 只要对方一走神 我就认为他故意不理我 歧视我 或者有意侮辱我 我会突然暴怒 这样 我与同学们的关系 变得非常紧张 渐渐发展成真正的对立 我感到他们再联合起来 故意拿我找乐 和我作对 尽管我和他们的矛盾 已经不存在政治因素了 但这种矛盾 常常会触动我旧日那些伤疼 最后 我和他们的关系 发展到几乎一说话就吵嘴 一吵嘴就动手 同学们暗地给我起了一个外号 叫死脸 他们背着我叫这个外号 怕我听到 可是当我听到了这个纯属 侮辱性的外号时 却没有发怒 而是陷入很深的痛苦 我面对镜子看自己的脸 差点把镜子砸了 难道我天生就是这样一张 毫无生气 从无笑容的脸吗 我试图改变自己 但改变性格 比什么都难 尤其令我头疼的是 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和同龄人交往 我好像与生俱来的害怕他们 我在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 毕业后 到一家公司负责项目开发工作 一次 一位中学同学来我公司办事 他惊奇地对我说 哎哟 没想到你这么健谈啊 记得你当初整天一言不发呀 我大约是在26岁以后 那种敏感多疑的性格心理 才渐渐褪去 原因很多 比如年龄大了 社会接触多了 在单位受信任了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 政治环境变了 今天的社会 已经没有政治歧视 人们不会感受到 政治歧视的绝情与可怕 政治歧视 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 记得我看过一本杂志 上边说 古时候人民是跪着喊万岁 文革时 人民是站着喊万岁 这话说的既形象又深刻 五四时代反封建 提倡新文化 但文革把封建腐朽的文化 又折腾出来了 什么中军啊 文字玉啊 愚民政策啊 个人迷信啊 血统论啊 不都是封建社会那套吗 但封建这东西 单是上边搞 是搞不成的 它需要下边配合 您不认为 中国的土壤 是封建主义的 尽管我也相信 文革很难重演 但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 文革不会重演 只是因为没人肯当导演 但中国不缺乏文革演员 因为文革时 所有人都上了舞台 如果都是受害者 哪来那么大的悲剧啊 一天中午饭后 大家在单位办公室闲聊 当谈到当前社会 人们的唯利仕途时 一位同事说道 现在真不像话 就欠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 好好整治整治 我一听立刻火了 对他大吵大叫 怒不可遏 差点没有动手 我的同事都很奇怪 因为我平时斯文随和 很讲礼貌 为何变成一头发狂的牛 由此我才知道 我那根敏感脆弱的神经 依然存在 只不过埋藏得很深 这次又出道了 但这样发作一次也好 会使我今后百倍留意 克制自己 使自己真正诀别 那个时代 人的本性啊 其实一半以上 是来自后天的 唯一没有贴封条的嘴巴 我有句话 你可别不高兴 不高兴我也得说 我这个人哪 有话就得说 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 我看过一些篇章 苦兮兮的 我是从那时过来的人 相信这绝对是真事 可是谭文革 只说现象不成 文革已经成了历史 现在再谈文革 不能像诉苦会上的发言 得刨根问底 追个究竟 过去谈这些 有点犯计 现在既然已经是历史 就任由人们评说了 有人说 由于四人帮作乱 才闹出文革 或是因为 毛主席犯了错误 我认为啊 这么说 依然是就事论事 我认为文革 是中国历史的 一个必然 如果不是这个四人帮 还有另一个什么帮 如果不是毛主席发动 还会有个赵主席 前主席 孙主席 来发动文革 中国这块土地上 不出法国大革命 也不出拿破仑 就出文革 你从秦始皇 焚书坑儒 一直看到文革 迫害知识分子 你从历史的文字语 一直看到文革中的 相互揭发反革命言论 中国这几千年啊 哎呀 一脉相承 顺理成章地 搞出个文革 如果不搞文革 反倒怪呢 也别什么事都怪文革 一个巴掌拍不响 文革时 我挨整倒霉 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必然 两个必然合在一起 就是你现在面对的 一个小人物的命运 我这必然是 有话就说 有话就得说 尤其是碰到 暴打不平的事 当年反右的时候 我在HB大学上学 人家都说 我这人嘴巴贴不上封条 同班一个男生 十九岁 三代平农出身 就是因为给校领导 提了几条意见 好呀 捅马蜂窝了 说他攻击党 打成右派 我当时十八岁 在二百人参加的大会上 我一个人站出来 为他打抱不平 我说 他爹是党之书 三代苦出身 没有党就没有他 他怎么会反对党 我一连十多次 为他辩论 博得那伙人张口结舌 人家都说 这丫头太冲了 于是最后给做的结论是 赤博上阵 为右派分子翻案 内定中右 可是定为中右这事 我并不知道 文革起来时 我没事 我那时在某某中学 做语文教师 只是有一些学生 给我贴了大字报 这好像下雨时 走在街上 谁肩膀上 不落几个雨点呢 当时社会上 抄资本家正凶 我看得气不平 那个有话就得说的 毛病又犯了 便对一些老师说 凭什么抄人家 宪法保护公民的财产 资产阶级在国旗上 还是一个星星呢 除非把那颗星星去掉 这句话 不知叫谁告发了 好啊 滔天大罪啊 污蔑红卫兵运动 为资本家鸣不平 攻击文化大革命 一个地地道道的 现行反革命啊 关进牛棚 再查档案 57年反右时 还是个中右 原来还是个 隐藏很深的右派分子 最佳一等 据说档案上 记录我的反动言论可多了 比如档案上有一条说 1958年大炼钢铁时 我到处散步 大炼钢铁把住家的大铁门拆下来 炼成豆腐渣 这真叫我毛骨悚然啊 我平时随随便便说的话 怎么全在档案里 难道我背后总跟着一个隐身人 专门记录我的言论 这样 我就成了一贯反动的大家伙 靠着谣言诽谤 靠着背后议论 靠着告密的内容 来塑造一个人 这是不是中国的一个悲哀 当然 我不应该怪别人 应该怪我的性格 还有我的嘴 我不是说过吗 我也是一个必然 等我被关进牛棚 不准再见我三岁的女儿时 我真想用封条 把自己的嘴给封上 你想听听牛棚里的事吗 都说我们学校 红卫兵的凶狠是出名的 其实不是凶狠 而是残忍 什么叫做残忍 我在文革时才弄明白 残忍就是想方设法 充满创意的迫害人 绝不只是用力去打 比方叫你解开腰带 将几十条毛毛虫 放进裤子里 再叫你把腰带扎上 这滋味你受过吗 比方用塑料眼药瓶 吸凉水 往耳朵里灌 直灌满耳朵眼 这刑罚你受过吗 一个姓K的数学老师啊 至今还闹中耳炎 就是那时凉水灌耳朵 留下的病根 再比方 三九天叫你脱下衣服 只留背心裤衩 站在五楼窗台上冻着 弄不好啊 一头栽下去 你在哪里听过 有这样的刑罚呀 当然 这残忍的行为中啊 还带着学生们 恶作剧的成分 可我们一位老师 被红卫兵 用盐酸泼在脸上 烧下了一只眼 就纯粹是一种凶残了 还有一位男老师 叫他们用绳子 把阴晶扎紧 再逼他喝水 直胀得高丸奇大 通体透明 差点胀破 才松开绳子 你说如果不是文革 你能看到人性 会有多么凶残 你知道什么叫 狼奶养大的一代吧 1978年 我恢复教学工作时 一位在文革中 整过人的领导 召开全校的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会 他站在台上宣布 不但给我落实了工作 还委以重任 叫我做年级业务组长 以表示他大胆落实 紧跟中央 大家见我苦尽填来 受到重视 都热情鼓掌 我心里却腾得一股气冒上来 这个人在文革时 一直是革命宠儿 我在牛棚时 常常会有红卫兵 突然闯进来 把人一顿死打 每次向他报告 他都不说什么 可转天 红卫兵打得更厉害 他是很阴狠的人 我想 当初你把我揪出来后 说又揪出一个阶级敌人 把这当作成绩向上汇报 现在形势反过来了 你又把我落实政策 当作一个资本 无论怎么样 你们都是正确的 我死我活 都是你们脸上的精子 我变成尸体 也是你建功立业的基石 还得感谢你们 劝你们的吧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也没有表情 用眼冷冷地瞅着他 我没开口骂他 就算客气了 现在我则想 应该起诉他们 叫这些人赔偿精神损失 我在文革有一句名言叫做 做奴隶不做奴才 当然 这句名言是对我自己而言 是一句做又名 先说做奴隶 做奴隶是被迫的 我刚被关进牛棚的时候 经常给弄到街上游斗 就是用游行的方式批斗 胸前挂个大牌子 用黑笔写上我的姓名 再用红笔插个大时差 左右两排手持木枪 压解我的红卫兵 一边走 一边喊打倒我的口号 有时还在旅店门前停住 招呼住店的外地人 出来逗我 刚开始 我很怕给熟人看见 怕难看 后来没有这种担心了 我就像奴隶时代的奴隶 奴隶的工作是两种 一种是劳役 一种好比马戏的猴子 供人玩耍 反抗是无效的 只有听之认之 但我绝不做奴才 有一件事 给我很深刻的认识 我们在牛棚里挨打 多是在半夜里 红卫兵们突然开门闯入 不准开灯 他们举着火把 想打谁 就用布袋 往谁的头上一照 再打 或者是在背后打耳光 这样打 可以使我们看不见 是谁打的 因而常常打得双耳发懵 也冒惊心 我就想了 你们这样打 无非是怕我们看见 是谁打的 你们还不如法西斯呢 法西斯是面对面打人的 你们啊 是偷偷摸摸 藏头藏脸 理直则气壮 理亏则胆虚 你们口号喊破了天 打起人来 原来也有伤天害理之感 从此 我对这些搞运动的人 抱着一种 很强很强的 看不起的心理 我被迫做奴隶 挨打受骂 劳动改造 我还被下放到农村 干过八年农活呢 但我绝不会逢赢 献媚 讨好 告密 出卖别人 我不当奴才 被屈辱 不可耻 但奴才 是可耻的 我有时很奇怪 为什么直到今天 我们喊着 叫着现代话 可是包公却一直没倒 既是旧是 为民做主 威风十足 人们居然还这么喜欢包公 有谁想过 包青天欲多 说明法治欲不健全 中国欲没希望 你是作家 我对你们文艺界啊 真是搞不明白 那些腐朽的 封建的 跟现代话顶牛的东西 你们为什么起劲地宣传 比如王宝川那出戏的观念 绝对不能叫人容忍 薛平贵在外边娶老婆 酒色才气 一样不缺 王宝川 却孤零零守着韩瑶 一守就是十八年 薛平贵回来 还要考察他这十八年 是否贞洁烈女 残酷不残酷啊 中国人总欣赏这种东西 还有希望吗 我更不明白 你们怎么对皇上 兴趣那么大 看看你们的电视剧吧 秦始皇 汉高祖 唐太宗 宋太祖 单说清代的皇帝 从康熙 雍正 乾隆 到道光 咸丰 光绪 宣统 全成了被美化的光辉形象 甚至皇上爱谁 谁就成了 银瓶上头号的女主角 这不又回到了封建时代了 都说中国的文化神秘 我看呢 最神秘的 还是恭维秘文 小百姓历来对皇上们的生活 充满好奇 原故是 历代皇上 无不把自己放在神坛上 借神权 撞权威 事情的另一面 便是百姓们 把自己放在拜神的位置上 这不正是一种 封建的精神奴役吗 人们为什么还美滋滋的 带着这种精神枷锁 我们这些老戏啊 真是没法与莎士比亚相比 我同意一种看法 我们至今没有进入人文主义阶段 还是滑行在 衣食父母的惯性里 说到这里啊 我已经不想说 我自己那些具体的经历了 我的个人遭遇 我的苦乐悲欢 也许远不如你写过的那些人 经受的惨烈 我最想说的 是那些思想的触动 与精神的感受 即使在农村平凡的劳动中 我常常也会被触动 比方过去总爱说 我们知识分子 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 最典型 最生动 最有说服力的一句话是 韭菜卖苗不分 由此说明了知识分子 必须接受工农的改造 我们当时啊 对这句话 真是幸福的五体投地 深信念书把自己变成了废人 可是当我被赶到农村 在地里一转 马上就发现自己更愚蠢 这愚蠢呢 不是因为自己对农业的无知 而是把这样简单的 一加一等于二的常识 居然还当成真理 谁不知道韭菜一起起 卖苗一片片 我心想 不是我们应该向农民学习 而是农民应该向我们学习 不是我们接受改造 而是要用知识 改造农业 改造农民 把大老粗改造成大老戏 这几十年呢 我们听的最多的一个词汇 就是革命 我们搞了几十年革命 也被革了几十年命 但革命是什么 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改革生产关系 和解放生产力吗 但是两千年来 中国历史上无数农民起义 被我们称作农民革命 哪一次农民革命 改变了生产关系 一次次农民起义 不过是财产和权力的转移 和一次次这种转移的重复 从姓赵到姓钱 到姓孙到姓李 没有新的关系出现 没有知识的作用 和知识的必然 更没有任何的 社会进步和发展 不过是皇帝轮流作 今天到我家 直到辛亥革命和土改 才发生了质的变化 而真正带来生产关系 巨大变革的 是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 改革才是革命啊 文革是一场暴乱 1969年 牛棚允许我走毒 也就是晚上可以回家 我已经和我的家庭 扩别了将近一年 尤其是我的女儿 我进牛棚时 她才三岁 此刻已经四岁了 在牛棚里 任何打骂我都能承受 唯有对女儿的思念 使我内心难安 你看 我怎么又说起 自己的具体经历来了 我被释放回家 一看 正了 原来校阁委会 已经先来人 用大字报 把我整个房子 全糊了起来 从屋外的墙壁门窗 到屋内的床架 柜门 书桌 镜子 全贴满大字报 这是不叫我松半口气啊 进了屋子 我女儿正站在床上 她没等我说话 便睁大眼睛问我 妈妈 你能改好吗 我很少哭 但这次哭了 我哭出声来 点头答应女儿 但不是答应别的任何人 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好人 我只不过说了几句最普通的 打抱不平和在理的话 可是挺强大的一个国家 难道浸泡我这几句话 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 他向组织交心的材料 无非是心里一点点不满意的话 为了对组织表示忠诚 而在交心时说了出来 文革时便成了他的反动言论 不要认为这是天下奇文 这也是中国的传统 富匪也不行啊 富匪 意思就是肚子里的反叛 所以我开头就说 发生文革是一种必然 这好像七六年唐山大地震 地震那时好像很突然 其实它的原因已埋藏在地下 迟早要发生 我看过你写的一句话 必然是必然的偶然 偶然是偶然的必然 我不相信文革还会重演 因为现在人已经不像文革时 那个样子 我刚给揪出来时 每次毛主席最新指示下来 不叫我去参加游行 我心里还别扭呢 那些年 我写的几十万字检查材料 一律是娟秀小字 保证没有错别字 那是有多傻呀 愚弄群众的另一面 都是因为群众愚昧 现在的人聪明多了 可是文革一半又是聪明人干的 你说 应该怎么做才好 弄懂文革是不易的 弄懂之前 先要叫人们知道真实的情况 胡适说 历史是个小姑娘 意思是 历史是打扮出来的 我说啊 历史是块橡皮泥 随人捏成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你能把它变成一面 不走样的镜子吗 你可别写完之后 叫我看了诗旺啊 文革的发声啊 一半是因为 封住了人们的嘴巴 这次是 我们都给予了